政府斥资5亿元成立的创科生活基金 批出首轮的7个项目 包括资助400多万 虚化手机程式教长者耍白断感 以及研发病人资讯系统等等 评审小组成员就说把关严格 不会乱批钱 张维莹说一下 2016年宣布成立的创科生活基金 原意是除了手机应用程式 也就是APP之外 还可以出产品、工具等等 改善市民日常生活 结果首轮获批的7个项目 有5项都是做APP 获批最大不浅的是线灵会 获得499万 研发一个整合网站和手机APP的系统 病人可以在家检测维生指数 医护人员即时查阅 提升护养质素 高官都推广的八段感也中标 北角区街坊福利事务促进会 获批450多万 开发一个教人耍八段感的APP 金额是第二高 这个项目是同一间数码港公司合作 有评审小组成员说详细审核过预算 其余获批项目包括教读写障外儿童识字的APP 协助视障人士参与射战运动的装置 以及用虚拟实警游戏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提供复康治疗等等 有线烈士记者 郑永莹报道